中大校董會改組爭議如波不斷 校董會在星期三早上召開會議 決定以現今代通知期的方式 終止中大副校長行政校董會秘書吳雪培合約並立即生效 中大校董會主席查日超在見記者時說 吳雪培近月因應校董會行為舉措 令校董會對他符合良好管治失去信心 立法會在上個月三讀通過2023年香港中文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曾經引起過千名校友網上聯署反對議員校董提出的方案 其中吳雪培的曾經參與聯署 就被議員及部分校董批評他的做法有為中立